你真的为什么要出戏 把我这样抛弃 我真的为什么要出戏 我为你滚头下去 周深细腔拿捏算你狠 和梁龙跨风格合作 贵阳方言rap燃炸全场 彩排现场周深高翘二郎腿 用戏腔轻松拿捏算你狠 颠覆原版惹全场观众尖叫 让张绍涵拍手叫好 舞台上是身穿粉色外套的周深 与八杆子打不着的梁龙 合唱了算你狠 歌曲融入了说唱方言戏腔 无数网友在听完周深贵阳话rap后 忍不住戏称 就像是眼看着炒不赢 换回老家方言 才将气势顶回去 戏腔算你狠爆火后 不少网友纷纷开玩笑 酒是凉龙喝的 净是周深上的 凭什么上头的是听众 周深是典型的老天爷赏饭吃 之前参加了党非音风节目 他却需要和华晨宇 挑战起连续声调 周深用高音 证明高八度紧实开始 随随便便一开嗓 就让一首想见你 升到普通歌手 触不及的高音值 他的高音不会让人觉得不适 甚至还会直击心灵 想当年陈奕迅初次见他 都会点头致敬 随后还由衷感叹了一句 原来不是小姑娘唱的大鱼 大家不知道的是 其实大鱼起初定的原唱是王菲 只是因为影片主办方预算不够 再加上歌曲制作人利剑 还没多少名气的周深 这才让他等来事业转折 得到当前的成就 周深一定是内娱最穷的歌手 一首闹林田的词都是 再不起床就会因为缺钱活不下去 2020年有戏新网友发现 周深为武汉捐款5万 数额不多的款项 却得到全网一致好评 因为大家都知道周深太穷了 和其他日赚千万的明星不同 周深成名前与公司签的合同 是固定薪资 就像普通上班族一样按月领薪水 虽然这5万看起来不多 但也让名气不大的周深 攒了很长一段时间 后来因为疫情的原因 嘉宾们不能在节目演播厅集合 只能自己找地方表演 日本天后米歇亚租的是日本体育馆 元雅为华晨宇和黄霄云 深陷北京的舞台 唯有周深待在自家卧室 身后是刚铺平整的床单 以及拉到头的窗帘 周深曾在节目上自爆 每月除了买点吃的用的 基本没有别的花销 为大于补举的钱雷也总说 周深就像是小孩赚了钱 会给父母买东西 要不然就打进妈妈卡里 让其保管 周深不追求名牌 夏天会买几十多件白T换着穿 冬天一件棉袄就能穿好几年 有次参加英宗时接受采访 粉丝这才知道 周深还能更节俭 住次酒店会打包带走 穿过的一次性拖鞋 并每其名曰会回家还能接着穿 用的香水是商品小样 粉底见底了也不会直接扔掉 他对粉丝的要求也很低 直播期间不让送礼物 没钱买演唱会门票 就在各平台厅 因为他坚信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你从哪首歌认识的周深 欢迎留言讨论 我们评论区见 因为我采访嘛 很多人都会问一个问题 就是你有什么话 想对喜欢你的歌迷 想对你的声音说 但我每次都想不出什么话 去回答他们 但最后你会发现 你想了想去 只有两个字就是谢谢 因为如果没有你们的话 我就是一个特别 平凡无期的小男孩 就可能是自己 喜欢唱歌 然后可能就是在某个地方 继续唱着歌吧 没有想象过自己会开演唱会 依循的那种小的live house也好 或是像今天这样有这么多人 会愿意为了周深这两个字去买票 所以我对 我时常都在想 我能够为你们做什么 但我真的请原谅我 我真的想不出 我能为你们做什么 但我就希望你们能够 就是我希望你们喜欢听我唱歌 带来的是开心 然后我希望能够帮你们 舒缓生活中的一些压力 真的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 天天开心 谢谢你们的支持 你们有很多强图 我真的无所谓的啦 就 我说真的真的无所谓的 就你们 你们只要记得 还有一个唱歌的小周深 我最近很开心很开心了 然后 每一战都 我反倒突然冲下去 很感谢 你有没有人